老公 老公 我们说过 夫妻之间要坦诚 不再有秘密 你早就知道平安 是我的亲生儿子 是不是 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 这个里面 清清楚楚地记录了 你怎么故意把平安 弄丢的事实 要我放给你看吗 你现在是觉得 我没有资格 当平安的母亲了是吗 是 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因为我一时接受不了 所以放开了平安的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也非常后悔 自责得不得了 我当时不敢跟你说 是因为我怕你会选择 隐蔭和平安而抛弃我 所以你就毫不犹豫地放开了 牵着孩子的手 老公 所以我想补偿他 我求求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对平安的 不管你怎么想 但是领导平安的决定 我是不会改变的 娜娜 平安只是一个孩子 如果你对我有任何的怨恨 你只管撑着我来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我的孩子 徐盈 徐盈 你怎么说好 你怎么说好 告诉叔叔 今天幼儿园有没有被人欺负 没有啊 叔叔被人欺负了 当然没有 叔叔来找你呢 是想让你今天 为叔叔出去玩一次 好不好 可是妈妈说不行 妈妈那边叔叔回去说的 你不用担心 可是爸爸他 语安 语安 你听好了 我才是你爸爸 你看着我的眼睛听我说 我是你爸爸 其他任何人 都不是你的爸爸 听见了吗 西雨不是你的爸爸 我才是你的爸爸 你别摇头 别摇头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我跟你说啊 别人都不是你的爸爸 我才是你的爸爸 记住了吗 你要记住 我才是你的爸爸 記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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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是平安的爸爸 你能說話了 不好意思二位打擾了 平安的媽媽交代過 不管是您二位 誰來接平安都不能接走 所以我現在要帶 什麼情況 平安一問你來了 那平安交給你了 我還有事我先走了 平安是不是很開心啊 爸爸來看你 每一天都長著要找爸爸 姐夫 看見平安開不開心啊 爸爸見到兒子很開心 聽說你們開了個小飯館 地點很好 生意應該不錯吧 生意還行 謝謝關心 好了 平安走了 看見你們這個樣子 還真是傷腦筋 姐夫 雖然你不能帶平安回家 但是都是我來接她 如果你想見她 來找我 我幫你保密 不會被大姐知道的 這行不行啊 那爸爸也會一起來看我嗎 會啊 嗯 爸爸會常常來看平安 帶平安出去玩 我們來勾勾 平安身上留著你的心 但是你沒有資格 做他的爸爸 孩子的親生父親 沒有資格 做孩子的爸爸 那麼請問誰有資格 西宇嗎 跟你比起來 西宇比你更懂得什麼是愛 不如這樣 既然西宇那麼想帶兒子 出去玩 那麼正好今天我們幾個都在 你這個爸爸帶著你的兒子 我這個哥哥帶著你這個弟弟 我們三個男人一起出去玩 好嗎 好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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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知道了我死定了 不行 你別著急 問問平安願不願意啊 你看 我想出去玩 爸爸 你瞧 你瞧 你叔叔好厲害呀 叔叔好厲害呀 好帥呀 叔叔好帥呀 好厲害呀 她叫理查 想騎嗎 行 我能不能摸摸裡查 當然 不可以 平安很危險 有我陪著她沒事的 我爸爸害怕 我不要騎了 平安可以去騎 真的嗎 希宇想騎嗎 我可以教你 平安 過來 咱們去騎兩圈 好 希宇你自己在這兒站好了 千萬別走丟 我們去騎兩圈 回來之後帶你去騎單車 走 平安 好 驾 驾 驾 爸爸 叔叔好厲害呀 太快點了 叔叔好厲害呀 叔叔你好厲害 再快點 爸爸 叔叔好厲害 爸爸 叔叔你好厲害 謝謝你 陳老師 陳老師 陳老師你醒醒啊 你幹嗎 我哥呢 我哥呢 你不知道 快快啊 有事早走了 走了 走啊 今天騎馬好好玩 好玩啊 爸爸 你看我投影感 我都不害怕 走啊 走啊 喂 哥 你在哪裡啊 在騎馬 騎馬 你怎麼會跑去騎馬呢 你在哪裡騎馬 哥 哥 我都不做了嗎 嗯 哎 老白 我投力 他去騎馬 嗯 不是吧 啊 嗯 喂 作義 是我 好 许安 出去挑死盖哪辆车 谁打电话给你啊 是舅妈还是悉尼 夕月有时候我真的是很羡慕你 你都长这么大了 大家还像呵护孩子一样的去呵护你 照顾你 可是你觉得一个孩子 他能成为另外一个孩子的父亲吗 夕月是大人 是平安的爸爸 不是小孩子 那你告诉我 你这个爸爸能为孩子做什么 我曾经告诉过你 当别人的老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爸爸也一样 平安现在还小 随着他将来越来越大 他会面对越来越多的事情 你能作为一个父亲陪着他 陪着他的成长 去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吗 你能赚钱养活他吗 如果将来有一天平安的同学们问他 平安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呀 你觉得孩子 会怎么回答 爸 爸 我们一起去骑车 去那辆车 平安骑 爸爸 爸爸不要骑 骑吗 爸爸不要骑 爸爸是胆小鬼 什么都不会啊 平安乖 叔叔陪你骑 爸我不要骑赵 来 我骑赵 你抓住我 我骑赵 你把你马上没乎了 我骑赵 你怎么知道我哥在这里啊 这是离市区最近的骑马场 我相信汽宇不会走太远的 真是奇怪 哥怎么会突然想要骑马呢 哥 哥 哥 你又对我哥做什么了 别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我能对汽宇做什么呢 只是带他们出来玩而已 好玩吗 好玩 来 平安 我们回家吧 你把汽宇送回去就好 平安我来送 你们要是回去晚了 舅妈又不高兴了 平安 走 好 你查 平安喜欢吗 喜欢 那送给平安 我说我不能要 妈妈不让平安收叔叔的礼物对吗 平安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没关系 那叔叔帮平安把他先收起来 下次见面的时候叔叔再带给你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你换 回家了 好